把它变成 csv 档 然后呢 可以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把它放进来 并且开启的话是不能有乱码的状态 那主要就是改 应该是加两行 然后再加两个修改两个地方就 ok 了 应该有印象吧 那特别注意哦 这些东西呢 都是那个 tqc plus 里面那个网页截取里面 考最多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这部分清楚的话 其实就很简单了 因为它主要就是你要下载之后 转存成什么格式 常常工作上遇到蛮多的 如果你 ok 的话我们来试一下 首先的话第一个我们就是 我把刚刚部分再还原一下 其实基本上就改 四个地方 我把它复原一下 基本上 print 那所以刚刚我们主要是 print 这个结果 但是这边的话变成说我不是 print 我这边的话呢 是应该怎么样 现在直接把它 print 它是可以在下方看到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个结果中间的这个 这个分割符号 这些东西呢都把它全部串成一个字串的话 那第一个你要知道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就是把那个这一行 printer 因为这个标题 先把它怎么样 先把它产生一个变数叫 s s 等于什么呢 我们的 print 这些就不是 print 而是我先把本来要 print 到下方的 直接丢到一个这个变数里面先存起来 再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在 print 本身会多一个换行 那在你的字串呢 变成如果你没有加换行 变成全部都串一起 那变成就是同一列了 所以怎么办呢 记得在标题后面加一个反斜线N 然后呢在这个format的这个资料这边有没有 最后一定要加反斜线N 就是换行 OK如果你没有加这个的话 你出出 变成说全部怎么都接在一起 因为你忘了换行这件事情 主要是因为 print 本身有了 OK 好 所以这个两个地方改了 改完之后的话呢 最后呢把它写出去 那写还记得吧 我写习惯用 fw 等于什么呢 open 就是我先开一个档了 去放它 那当然我用放在根目录好了 也许我叫 rent 然后点 csv csv ok 副档名 然后呢 逗点之后呢 把它给一个 w 就可以了 写出去 那后面逗点记得 你就不要再加什么 encoding等于 uta 8 因为不然写出 uta 8 ECL开就变lum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这个 encoding后面不要加 哦 enter 之后的话呢 后面加什么 fw 变什么 写出去 write OK 特别注意哦 这个 就写出去 把什么东西写出去 s写出去 这样就好 存档成功 OK 所以底下这两行哦 基本上就写什么 有点像哦 有点像哦 你在ECL里面另存新档 然后告诉他档名 然后呢 就把东西写出去 其实我觉得差异性不大 OK哦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最后把它 不过这个地方就不会列印了 除非你最后再多写一下 print 这什么 print s 否则的话哦 这个地方他就没有像刚刚下方会 会输出哦 所以试一下 OK print 有了 这边也会多一个档 这边就要重新整理哦 如果你这边没出现的话 你就是 src上面按右键 把它refresh一下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把这个advent有没有找到了 点csv打开 看一下会不会乱码 没有乱码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OK哦 所以基本上我们要输出存档成一个csv 在python里面算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